因為特別注意,這個關係到以後還是會講到,就大型四串表的話 如果你將來,假如說你有填滿,比如說你不是最後做完,然後向下填滿 如果是向下填滿的話,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就是裂號增加 比如說它是C1對不對,它就變成C2,向下的話會增加裂號 如果你向右的話,會增加什麼,增加藍號,所以這個時候假如說我今天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只會改變的就是那個列的部分,所以你只要鎖列,藍不用鎖,然後按確定 除非說你要向右的話,才要鎖藍的部分,向下填滿,答案就出來了 這是第一個,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了解一下有關那個REPT的相關的操作 那這個REPT跟這個綜合練習力有什麼關係呢? 有沒有發現,重複,它因為這個是兩碼,要重複幾個零? 重複一個零 這個一碼,重複幾個零? 重複兩個零 所以REPT在這裡的話,主要就是 要用來什麼? 用來知道要重複幾個零 OK,應該懂了意思吧,REPT要重複幾個零,他想說REPT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第二個你需要知道,到底這個門號,比如說區碼裡面有幾個字的長度 所以這邊的話兩個字,那變成說什麼?兩個字要重複幾個零呢? 一個,那為什麼只要一個? 其實這邊有點要轉一下,你用3來減嗎? 3減掉它的長度 3減2等於1,不就重複一個 對不對? 這個的話一個 那就3減掉1,就兩個,所以重複兩個零 要轉一個彎 3減掉 它的長度 OK 那它的長度 OK,那所以請各位切到,這邊有個LAPT,我想各位也可以稍微試一下 RIGHT也可以試一下,這個是取左邊右邊的字 這個將來我們也用到,主要因為這個範例是文字相關的 所以我順便帶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LEN 那LEN這邊的話,就是說這個身份字號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在這邊的話,我們額外增加一個是否正確好了 那這個是否正確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它是否正確的話 第一個,插入函數裡面 我要需要知道它的長度 LEN有沒有 文字裡面的LEN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把這個丟進來 第三個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全部都對 改一下好了 你隨便key一個數字讓它不對好了 OK,不然的話全部都正確 好,那身份字號呢 正確的話一定都死嘛 可是呢,就有時候有些人填的說填錯了 那也要讓它知道是否正確的話 第一個你可以怎麼樣呢?用LEN去做判斷 不過呢,LEN判斷完之後 當然呢,如果它想要看到的是是否正確的話 有沒有,這邊是YES或NO的話 那怎麼辦? 你需要再一個邏輯嘛 所以這個邏輯,邏輯函數一幅包在外面 就可以做到 所以這個我想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在身份字號這邊稍微了解一下 那LAPT的部分 可以練習一下 比如說像這邊有個叫 吳先生 有沒有 張小姐 馬先生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 做出結果的話 這個怎麼做呢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話 就是會判斷性別 可以練習看看 然後WRITE 這個比較簡單 這兩個區嘛 OK好 那這裡我想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先把那個綜合練習 這個我們翻譯檔裡面的第一個先打開來 那綜合練習的那個就是 手機 的門號 我們的需求是 希望 用REPT 加LEN 這兩個文字函數 可以取得結果的話 那當然你第一個 你要先了解 REPT 到底就是什麼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LEN 算 某一個 儲存格裡面 它到底有幾個字 那我針對它有幾個字 去重複 多少 這相反 就是用3 來解 把結果做出來 試試看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 第一個 這個是 利用那個函數 解 第二個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除了REPT 有沒有其他的文字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更簡單 第三個是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公式 我是用VBA的話 觀念如果一樣 可不可以做轉變 如果你以前 你用的公式 如何把它轉成VBA 變成一件完成 這是相通的 不過就是你要先 瞭解這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點 好